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旅游频道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风景宜人 文化悠久的地方,澳门 澳门是一个旅游圣地 不仅有丰富的文化、美食 还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和自然风景等等 现在就和我一起去看看澳门的十大必游景点吧 首先,我们来到了澳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威尼斯人度假村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运河 以及各种奢华的赌场、酒店、餐厅等等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澳门的最高建筑,澳门塔 这座高度达338米的塔楼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你可以在塔上体验急速飞行和弹射等刺激的游戏 第三个景点是著名的大三八牌坊 这座建于17世纪的牌坊 是澳门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现在已成为澳门的地标之一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澳门最有特色的景点之一 仪式亭前地 这里是一个古老的广场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建筑和喷泉 非常适合拍照和散步 第五个景点是澳门的一个岛屿 这里有美丽的海滩 古老的教堂和养殖海豚的海豚湾 非常适合休闲和观光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澳门的两个世界遗产 澳门历史城区和澳门港澳码头 历史城区是澳门最古老的地区 有很多具有澳门特色的建筑和文化遗产 而港澳码头是澳门的交通枢纽 你可以从这里坐船 前往周边的岛屿和城市 第八个景点是澳门的一个博物馆 澳门博物馆 这里展示了澳门的历史和文化 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和藏品,非常值得移去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澳门的一个古老建筑 澳门寺院 这座寺庙建于16世纪 是澳门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也是澳门的文化遗产之一 最后一个景点是澳门的一个公园大炮台 这个公园建于19世纪 有很多古老的大炮和壕沟 可以让你感受到澳门的历史和战争文化 以上就是澳门的十大碧游景点 每一个景点都有其独特的风景和文化 让你感受到澳门的魅力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澳门旅游 体验这个美丽的地方